清蒸龙虾 嗆些油葱 就很鲜甜味美 东北角的小卷 占全台七成产量 除了清烫品尝外 还做成招牌的 小卷米粉和海鲜粥 清美式供疗的 卯澳是东北角海边的 古老小渔村 渔港边有一栋传统的石头屋 老板利用石花洞熬煮 高汤搭配巨无霸的新鲜小卷 做成小卷粥和小卷米粉 美味也带动了 小小渔村的人气 还有买气 如果说 无垠的天际 很深邃的大海 是对老夫老妻 那么小而寂靡的卯澳渔村 就是海天滋养下的 一颗珍珠 百年来走过繁华 如今极静 古朴地躺在这海湾 不怕流汗的人 总能因为它而丰收 这是什么样的龙虾 有龙虾 我们这里当地 龙虾的龙虾 因为很少 很少 越来越少 还有这 拜个一礼拜它还是抱着 总是汗流满面 因为不是刚从海里上岸 就是又要往海里走 一枕懒的龙虾 是昨晚才捕捞上岸 这个龙虾不能用鱼枪打 用鱼枪打的话 基本上就不能吃 是平常你也自己下去 自己抓 拿鱼网去把它放在它会出入的路径 然后鱼羽再去收 然后鱼羽再去收 那这个是要拿去哪里 拿去放在海边 渔港那边 湯頭比較小 沒辦法 同步都很大 太濕了 太濕了 它的活動力也比較緊張 所以你一定要牽牽 對 放在海裡面 讚揚 讚揚在那邊 對 三隻和四隻的那邊 人家要再去拿去拿 兩隻 三隻人 三隻人 你兩隻這麼小吃 我對切這樣 天啊 半隻了 那一天有一隊夫妻 他們坐在基隆那邊 也是做這個佛海餐 餅餐而已 結果來吃我們吃龍蝦 要找人家跟我們問說 老闆你們龍蝦怎麼煮 為什麼你們龍蝦吃到雞那裡 我說就蒸蒜魚 哪有... 哪有什麼顏色 就越簡單的料理 越能吃它的原味 對 抓著喔 對 抓著喔 對 清蒸龍蝦嗆些油蔥 就很鮮甜味美 一上桌 老陶不怕燙手 就大口大口吃起來 其中最過癮的 要算是 撐起一根根龍蝦餃 我邊邊邊邊邊邊 那把這個加薄 魚炒多了嗎 不吃了啊 那這個就對了 妳很會吃耶 對啊 對 來了 你看這... 這個... 這... 你為什麼 你為什麼 你... 這吃怎麼 對 菜肋很甜啊 這比較好吃 很棒的一棒就知道 我告訴你 不然我們就比較難吃 中间就比较好吃 最大吃的就吃 来到阿伟的石头屋 最大的享受莫过于 吃到很辣的海鲜 小卷米粉两个 你们要不要点一碗就要两个分子吃 因为蛮大碗的 有吃过的啊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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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日早上九点 厨房就已经水火烟气强强棍 不管是虾兵蟹酱 屋贼家族的小卷阮斯 还是海中贵族九孔鲍鱼 都是韬客必点 料理不宣宾夺煮 清蒸为主 在府里煎煮烤 东北角的小卷 占全台七成产量 除了清烫品尝外 还做成招牌的小卷米粉 和海鲜粥 我们就放高麗菜 紅菜头和菌丝 和这个梦丝 木耳丝 基本料理外 最重要是放进大尾虾子和小卷 汤头里有海人的巧思 比作主要来 你像没有用石花洞做高汤 你像没有用石花洞做高汤 很老了 由于藻类 吃起来比较有海味 鲜度也不一样 多了一个海味 所以我们这里 我们这里就是海鲜粥跟海鲜米粉 很有名就是 的原因就是这样的 石花洞好煮外 还会加入虾高汤 吃上一碗像是掉进大海里 有孝顺的儿子特别带老爸来 品尝专属东北角的鲜味 我不知道怎么吃好玩 吓一跳喔 吓一跳喔 那以前叫我 我还没叫三名 还叫百名 所以吃不完 哈哈哈哈 那东西新鲜 然后价格又合理啊 又有风景 所以才再来一次啊 哈哈 吃进嘴里是有价的 但眼前辽阔的海天是无价的 来 这一招来 菜招要拿来 刚刚好关你不要的 不要看菜单 他的不要菜单才好吃 怎么说 这是内行人才知道的 你问他 高康酒鸟又吃肉 要由他口里说出来的 你要问他当次有什么 因为我们当季的鱼 我们做的鱼都是当季的啦 对 老板 赶紧这两次给你吃 好 等一下帮你吃 好 �서来 所以我可以帮我吃 好吗 从领口来的夫妇 吃了好吃又再度光临 其中最意有味尽的 是像极了火山爆发的藤壶 具有虾蟹双重口感 总让人大吃一惊 照顾妈妈的日子 因为她吞食不方便 水经常煮粥 煮出心得 开启店时 才会将小卷和粥做结合 发现 经过店门口的人 一天都不到四个人 粥间人潮少 但有不少铁马族 为了吸引大家停留 推出接地气菜单 自个儿下海采石花菜 经过反复 曝曬 清洗 熬煮 释出藻礁 成了消暑的石花洞 添了柠檬 还加了白色QQ 这个就是三种海藻去煮的 那是什么 金球 金球 对 纯天然的食材 跟外面那些珍珠野果菊 或这种加工食品 完全不一样 除了柠檬口味 还有鲜奶 巧克力 抹茶和洛神花 酸甜特色饮 是应战酷暑的力气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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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去做铁工 钢材铁器 终身保固 生意一次性 现在跟大海掏金 不怕流汗 竟是回头客 阿伟归于返乡 带动人气 也带望经济 一 二五年 二幾年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